这个男人是秦国历史上最悲催的君主 在位仅仅三天就突然驾崩 这一切只怪老爹营迹太能活 执掌大秦近56年 不但熬死了六国十五位国君 甚至还熬死了秦国第一任太子 第二任嬴政替补上位 撑到了52岁才终于熬死老爹 在守校一年七满后 他正式继位秦王 立子楚为太子 华阳夫人为王后 可惜现实实在离谱 营柱只正式做了三天的秦王 就骤然崩世 嗜好秦晓文王 经过短时间连丧两亡 举国震惊 但唯独有一人直接激动到高潮 吕不韦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投资效益进来得这么快 老头子一死 影子楚顺利继位 丞相的位置迟早是他的 吕不韦内心是想狂笑的 可偏偏必须装作悲伤模样 他拼命压制住喜悦 满脸沮丧走出房门 属于按老吕的时代就要到了 与此同时 华阳松王后自动升级为太后 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老太太命苦啊 刚送走老丈人 立马就要送走老公 这一身校服也用不着脱了 子楚本着谦虚的态度 表示自己能力不足 老爹在时他还有依靠 现在要单独扛事 恐怕还嫩点 皇阳太后压根不管 还是真谦虚还是假磕头 当即撂下狠话 有我 有杨全军 还有大秦众臣们辅佐 你只管放手去做 便是了 言外之意 秦王你来干大事 我来拿 丞相给我弟弟杨全军 子楚不甘心做个傀儡 当即决定要力排众议 让吕不韦做丞相 老吕得之后感激涕临 可他担心皇阳太后会搞幺儿子 于是只好以退为进 吕不韦为国牺牲的态度 彻底坚定了子楚 要立他为丞相的念头 公元前250年 子楚即位秦王 十年三十二岁 他直接在大殿上宣布了对吕不韦的丞相任命 还封其为文信侯 十蓝天十二仙 话音落下 一时激起千层浪 满朝众臣议论纷纷 尤其杨全军最暴躁 到手的丞相飞走了 他当场就要硬刚一波 吕不韦乃一伤人耳 何德何能 可当我大秦之丞相 我这个魏王人倒也想听听 吕不韦如何就可身为丞相 子楚的态度瞬间软下 解释说老吕有定国之功 太后一听瞬间就不干了 你小子能坐上这个位置 是你老爹我老公传给你的 要说功劳 他老吕恐怕还没我大吧 咋不见你封赏我 当初若不是太后 你怎能立为太子 杨全军嘴巴是真大 这事能随便的说的吗 有些事只能在背后提 一旦拿到明面上 双方都不好看 华阳太后直接一个眼神 吓得杨全军瞬间闭随 吕不韦 就算对大王有功 却也不至于封为成效 此处随地打出感情牌 表示他在归国的七年里 时时刻刻都听太后的话 丝毫不敢违抗 但这一次的事 他必须要坚持到底 并非为寡人自己 乃是为我大秦之基业 大秦一年之内联丧两王 积需振作 先昭相王与孝文王的一致 也需继承 与不为之才 可助我大秦实现东出之志 寡人以秦王之位担保 若他行事有误国之处 寡人这个秦王也不当了 女人扭头看了一眼亲弟弟 下一秒直接甩出一巴掌 米臣你给我听好了 英子楚是大秦的王 是我和先王的弟子 你若还想继续当大秦的杨权军 最好 修与王作对 该说不说 皇阳太后的格局是真的大 如果没有她的支持 此处不可能成功继承王位 可她万万没想到 小伙继位的第一件事 就是不顾她的反对 执意任命吕不韦做了丞相 老太太气得牙根直扬 当场在朝会上威胁群臣 那就都散了吧 明日有谁愿意去参见新任丞相的 就去吧 结果第二天 吕不韦眼巴巴的从早上等到中午 愣是没有一位大臣来捧场 简直凄凉无比 好在嬴政掐着饭点赶来恭贺 多少增添了些人气 他直接旁若无人的坐下 拿起筷子就开吃 整的吕不韦都蒙圈了 合着你专门来混饭的 顺便道声喝 就在这时手下传来密报 东周军正派使臣游说列国 打算搞点事情 合同工琴 少年你吃的很香啊 那我正好考考你 咱大秦该怎么化解危机 列国之事 明正尚不熟知 不过 要是与群狼围攻 先打头狼 此番 东周与合纵列国 不疑护群狼围攻 而这东周 便是这挑事的头狼 若大秦能在合纵城市之前 打残 或先灭掉这头狼 合纵自然土崩瓦解 有利有据 逻辑清晰 吕不韦听得暗暗心惊 这小孩前途不可限量 另一边 杨全军到手的城乡被抢 直接找到老姐 华阳太后告证 紫鼠这小子 忒不是玩意儿 刚坐上 王位就翻脸不认人 摆明了就是过河拆桥啊 他能盗上王 还不全靠的事情 华阳太后对紫鼠的心思门清 这么多年被自己压得太狠 有叛逆心很正常 结尾之后 免不了觉得翅膀硬了 不想被掌控要单飞 刚结尾 第一次上朝 他就如此任用清晰 压持败官 我看他这王呀 迟早是要完蛋 话音刚落 华阳太后直接抬手一个耳光 瞬间干蒙了杨全军 姐 你是不是打错了 李晨你给我听好了 英子楚是大秦的王 是我和先王的弟子 你若还想继续当大秦的杨全军 最好修与王作对 我姐教导的对 看他见上了吕不韦 只要不与王作对 其他的人你愿意走 就怎么办 有了老姐的默许 杨全军干脆豁出去了 当地决定杀掉吕不韦 一聊白聊 四日一大早 老李坐上马车去完工 杀手们在半路整装待命 可万万没想到 队伍里边有叛徒啊 胡子男突然爆起 一秒干掉三个小菜鸡 可惜他们明白的太晚了 无数飞舰从四面八方射出 眨眼间杀手们就被团灭 这是吕不韦在群聚最狂的一次 直接当面威胁秦国太后 你不让我好过 我就跟你拼命 老李凭借毒辣的眼光 投资了大半辈子 终于坐上了大秦城乡 不料刚杀人的第二天 就遭遇当街刺杀 幕后主使正是太后的亲弟弟杨全军 好在吕不韦有所准备 逃过一命后立马去乡 前往紫楚打小报告 好大的胆子 竟敢刺杀大秦城乡 来人 在 大王莫及 曾以为杨全军此举 倒是给了大王可进可退之一地 吕不韦脑子转得飞快 迅速分析其言下行事 这老家伙如果一直暗中窜的百官跟咱作对 咱哥俩根本就拿他没办法 可偏偏这蠢货出手了 而且干的还是当街刺杀丞相的重罪 这个把柄咱一定得利用好 让对方不敢再动歪脑筋 哥原本想给百官点时间 让他们认清现状 跟大秦的一二把手作对 没啥好下场 既然杨全军提前出招 那就别怪哥下猛料了 咱只要做好两件事 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结 哪两件事 大王今晚何不办个家业 与公子兮叙叙兄弟之勤 拉拢了他 就等于取得了宗族的支持 那还有一件事呢 第二件事 臣去办 紫楚和吕不韦两路出击 前者却搞定银西 后者却搞定太后 这两个副本的难度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紫楚拉拢银西 只用了两步 先通过亲情感化对方 再打出嬴政这张王牌 让他看到集团的未来 公子银子爆发 举止不凡 到时有几分 先招襄王之风啊 小眼睛还挺毒辣 请招襄王打散了六国 秦始皇扫灭了六国 这豪横的风格确实挺香 家宴最终圆满结束 四车庶长 掌管宗室一切事务 与此同时 吕不韦和华阳太后的谈判 也在紧急进行 他直接开门见山 将刺杀世界娓娓到来 有此心 也有此胆 杀臣了 没有别人 好在查得清清楚楚 查得清清楚楚 此罪一情罚 必连坐犬祖 对吧 臣记得 华阳太后神色独鞭 态度也有所缓和 当上痛骂亲弟不是个玩意儿 绝不能轻饶 老吕表示 本该搞死的全家 可谁让我心善呢 再有你太后的面子撑着 这事就算了 让杨权君日后 别再跟臣作对了 这么说 我还欠一个人情 眼看老太太不吃这一套 吕不韦只好亮出最后底牌 那就是比谁更狠 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个商人 追求利益就是天性 当年子楚 在邯郸做人质 差点连命都没了 是我苦心周旋 保他命 保他尊严 久死一生才将他带回 到了咸阳 还是我散尽家财 帮他成为敌子 直到现在坐上王位 我这么拼了老命投资 为了啥 不就冲着利益去的吗 终于等下来 受益之时 可偏偏这个时候 有人阻拦 阻拦我或应得之力 谁阻拦我 我吕不韦 地狱旗 御师 这份 面对吕不韦的疯狂威胁 黄阳太后到底会如何应对 遇之后事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 关注我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 多多转发